10月13日 已退休大半年的杨国强 重新出现在公众的眼前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在杨国强、杨慧妍妇女交班之际 碧桂园02007香港深陷债务困局 卖飞机给出无锡借款 高管降薪数百万元 杨氏家族及碧桂园高管的动作频频 都在努力试图把碧桂园从泥潭中拉出来 杨国强退休后首次露面 碧桂园正寻求境内外债务重组 今年3月1日 碧桂园曾发公告称 其创始人杨国强因年龄原因 现69岁辞去董事会主席 及执行董事等职务 辞任后 仅以特别顾问的形式 继续参加碧桂园的经营 杨国强退休后 他的女儿杨慧妍 接任了董事会主席等职务 碧桂园进入杨慧妍时代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从3月2日至10月12日 碧桂园的官方公众号 没有再提起过杨国强 直到10月13日 杨国强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公众号头条文章里 这次是以创始人的身份 文章称 10月11日下午 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 总裁莫斌 前往广东顺德北较南平路 以西地块之二项目指导工作 该文章还配了一段视频 杨国强头戴红色安全帽 在工地上听他人汇报 事实上 碧桂园近期在境内 境外的债务双双出现兑付问题 且市场上出现诸多传闻 10月10日 碧桂园发公告表示 其供九笔境内公司债券 本金共计147亿元的斩期方案 以获得相关债券持有人的必要同意 为其换来了集中精力 恢复运营的时间和空间 同时 碧桂园称 截至10月10日 其上位支付某债务向下 本金金额为4.7亿港元的到期款项 其预计无法如期或在相关宽限期内 履行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偿付义务 这可能导致相关债券人 要求加速履行相关债务的义务 或采取强制行动 WIND数据显示 碧桂园目前存需的公开美元债 共15支 本金约93亿美元 目前 碧桂园正尝试化解债务风险 公告显示 碧桂园已聘请相关公司 担任财务顾问 协助评估其资本结构及流动性状况 并制定整体解决方案 以时间换空间 化危机为生机 不过 碧桂园的公告 杨国强退休后的再次露面 都未能让市场出现强烈反应 10月13日 碧桂园的收盘价保 0.76港元每股 跌1.3% 总是值约280亿港元 拯救碧桂园 降薪 卖飞机 无息借款 红星资本局 翻阅碧桂园的财报发现 截至6月30日 碧桂园的银行 及其他借款 优先票据 公司债券 和可换股债券 分别约为 1561.76亿元 686.82亿元 269.44亿元 和61.03亿元 在银行及其他借款中 有695.20亿元 需在一年内偿还 829.69亿元 需要在1-5年内偿还 36.87亿元 可以在5年后偿还 对比来看 截至6月30日 碧桂园 共有现金余额 约1305.69亿元 其中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约1011.15亿元 受限制现金 约294.54亿元 住 受限制现金 主要包括 预售物业建设 工人工资等 未被解除限制的保证金 即因诉讼 而被冻结的资金 与此同时 碧桂园的销售 承压明显 书记显示 今年1月至9月 碧桂园实现 全益销售金额 共1549.8亿元 同比下降 43.9% 其中 9月单月实现 全益销售金额 约61.7亿元 连续第6个月 环比下降 同比下降 80.7% 碧桂园 曾在公告中表示 在行业销售环境 未明显得到改善的形势下 其面临资产处置 出售的重大不确定性 预计其流动性 在中短期内 将持续紧张 或是为了缓解压力 碧桂园高层动作频频 据界面新闻报道 在此前举行的阅读会议上 碧桂园总裁墨斌表示 其本人年薪 已经降至300多万元 集团常务副总裁 陈光玉 年薪为100万左右 还透露了 杨国强的私人飞机 已出售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墨斌在2022年的薪金 为956.3万元 陈光玉的薪金 则为100万元 并有酌情奖金 812.7万元 另据澎湃新闻报道 杨国强所在的杨氏家族 近期向碧桂园 提供了3亿美元的 无锡借款 杨慧言力推科技建造 杨国强在露面 或是为女儿搭台 在正式接管碧桂园后 杨慧言曾提出 未来三到五年 行稳致远仍将是 碧桂园的发展主题 要持续优化资产布局 打造精益高效型组织 一体两亿布局 其中 一体两亿指的是 以房地产主营业务为主体 代管代建和科技建造为两亿 从主体来看 碧桂园曾表示 把保交付作为最优先的业务目标 通过资金专款专用 严格管理预售监控资金等方式 切实保障项目的正常运转 并完成保交楼任务 数据显示 截至9月30日 碧桂园及其合资企业 联姻公司年内累计交付房屋42万套 累计交付面积约5,112万平方米 交付项目涉及31省 235个城市 而在碧桂园的两亿中 杨慧妍尤为看重科技建造 他曾称 科技建造是碧桂园不同于其他企业的优势所在 未来要继续不断强化 真正在市场上打出一片天地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 杨国强此次三露面 向他汇报的工作人员 身穿的荧光色马甲上 及携有科技建筑集团字样 公开资料显示 碧桂园组建科技建筑集团 现更名为腾越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腾越建科 打造由建筑机器人 新型装配式 智能装备 电影数字化等 构成的智慧建造体系 除了提到杨国强的动作外 毕桂园的公众号文章也介绍称 目前腾越科技的业务 遍布全国及马来西亚等海外市场 在建面积超一亿平方米 其中 机器人施工面积超一千万平方米 同时博制临时内喷涂机器人等建筑机器人产品 已相对成熟 进入市场化推广阶段 杨国强此次塞露面 或是为女儿杨慧炎 力推的科技建造搭台 相关阅读 碧桂园有点被恒大吓到了 最近一周 碧桂园动作频频 不求日后大富大贵 只求平平安安 况且碧桂园身后的杨氏家族 已经拥有颇天的富贵 对杨氏家族而言 守得住制裁 要全力去守 守不住制裁 也要全力保住一家人 稳稳当当的安全着陆 丁玉梅出逃 许家印被捕 这是近在眼前的教训 中国房地产圈 不能再出现第二个许家印 也不能再出现第二个丁玉梅 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 原本早就退休了 把实际经营主导权 交给了女儿杨慧炎 可危机近在眼前 许久不在媒体面前 露脸的杨国强也站了出来 去了佛山的一个工地上 亲自指导施工 这虽然只是一个姿态 但这个姿态很重要 这在给公众传递一个信息 他们杨氏家族不会跑 会积极承担责任 具体在操作上 杨氏家族紧急抽掉三亿美元 以无息贷款的方式 注入碧桂园 同时 杨国强的私人飞机 也被紧急甩卖 套现偿债 在融创取得境外债重组成功后 碧桂园立马抄作业 打算照搬融创模式 先化解境外债 对于公众最为质疑的资产转移问题 碧桂园总裁墨斌 也主动做出了解释 向公益基金会捐赠股份 是从去年就开始策划的 目的是为了公益事业有所保障 只不过时间点选得不好 不管这个股份捐赠 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 但墨斌出动来提这个事 那就意味着杨氏家族 不敢走丁玉梅的老路了 墨斌也害怕成为第二个下海军 墨斌在碧桂园的年薪 曾仅次于同位房地产界的下海军 年薪超过1.3亿 但今年形势急转直下 墨斌自报自己的年薪 已经被砍到300万 这不是腰斩 是斩到脚后跟了 不过还有工资 拿就很不错了 之前在碧桂园拿到的年薪 也早就有好几个亿了 现在墨斌要做的是 跟碧桂园共度难关 碧桂园不敢躺平 也不能躺平 今年以来 碧桂园已经完成保交楼 超过38万套 大约还有32万套需要交付 在2022年时 碧桂园就交付了楼房近70万套 今年的保交楼任务 也是70万套 和恒大对比 碧桂园的情况相对好一些 一是国家出手 放松了房企融资 保交楼专项贷款 有较多的空间 二是 碧桂园账户上的现金比较多 在2022年底时 碧桂园账上 还有1475亿的现金 可2023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急转直下 让碧桂园现金流 迅速走向紧张 虽然还谈不上现金枯竭 但碧桂园提前预警 把保交楼的钱 先截留下来了 选择延缓支付供应商 和境内外金融机构贷款 用碧桂园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我手里还有钱 但这些钱只够用来保交楼 其他钱多一分都没有了 这是碧桂园充分吸取 恒大教训之后 所采取的自保措施 也让碧桂园 不至于像恒大一样 突然遭遇雪崩 在肖债这块 碧桂园也有融创可以抄作业 在队长看来 有恒大在前 有许家印在前 不管是碧桂园 还是别的房企 都不太敢往外面转移资产了 老老实实保交楼 用自己的个人财产 做好无限兜底的准备 是最好的选择 在这一点上 苏洪斌就看得特别开 他在融创刚爆雷时 就采取了一连贯的自救措施 压上自己的73.8个亿 都注入融创集团了 可苏洪斌在融创 一共也就拿了106亿的分红 基本上是压上全部身家 与融创一损俱损 一融共融 不过 融创的楼盘项目 集中在一二线城市 基本盘比较好 苏洪斌是很有希望 第二次陷于翻身的 杨慧岩家族 从碧桂园 拿走了420亿的分红 现在拿个人的钱来填坑 只是刚刚开始 一个许家印 一个孙洪斌 怎么选 其实标准答案已经出来了 权宽跑路 绝不会有好下场 永担责任 立扛到底 还是可以平稳着陆的 钱是永远也花不完的 碧桂园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碧桂园依然有机会度过这一关 信守承诺 给千千万万业主 一个五星级的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